宗门全员都是封批反派 随时走在黑话边缘 准备给女主挨个送头 门派马上要团灭了吗 不慌 小师妹带头开卷 卷进天下人 方为最强先 烈阳店主当场一愣 罗言中 想起来了 是店里三长老坐下的弟子 他眼光倒是不错 但可惜我们都没上当 胡说八道 什么上当不上当 他当初说的 我都能答应你们 你们随便一个 谁愿意加入都可以 全部加入我也照单全收 听到这话 周围其他的观众们 全部惊呆了 他们活了那么多年 还没见过四大宗门的掌门 亲自出来收徒 而且还开出这么诱人条件的 可以说 烈阳店主亲自挖墙角 挖的是特别诚心了 这要换了 谁能顶得住啊 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 想想就爽死了 谢谢店主的抬举 我们几个暂时 没有另投其他宗门的打算 裴洛白客气的回绝了 可你们师父 连这么大的场合都不出席 你们受得了这气 烈阳店主反问 这一问 全体清玄宗弟子都心虚了 他要是出席了 他们大概可能就完不成了 店主 我们不敢生气 师父他 叶玲珑叹了口气 他如何 他难道还能威胁你们 等店主在此 我就不信 他敢为难你们 说不清 要么您自己去问问他吧 叶玲珑说完回过头 师姐 给店主报个清玄宗弟子 师父会解释清楚的 好嘞 烈阳店主当场就方了 真的要上门啊 这时 跟着一块来的 其他三大宗门的掌门 听见了 便没再开口问他们 而是转头问任唐连 他们师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他平常是怎么对待弟子的 怎么弟子这么怕他 他到底是哪号人物 曾经有什么丰功伟绩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 任唐连认真的想了想应道 我跟他不熟 不如你们自己去问问 这真的是甩的一手好锅 清玄宗弟子 没有管那些纷纷扰扰 在场子还热闹的时候 他们便退场离开了 走到比武场门口的时候 忽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道明亮的钟声 他们回过头去 只见比武台上 一个巨大的石碑 冉冉升起 石碑之上 传魁首清玄宗 字体刻成光芒闪耀 那一刻 所有清玄宗弟子的心头 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骄傲 看啊 那是我们一起拿下的荣耀 巅峰舞会 团战第一 叶玲珑笑道 请客间 他们所有人内心便沸腾了起来 那是他们一起拿下的荣耀 在石碑上捐客 万众见证 百事留存 他们回到房间的时候 其他那些弟子 还在会场上看热闹 聊天看八卦 住宿区安静的一个人都没有 裴洛白把叶玲珑放回到床上 花石琴赶紧过来 给他看伤 伤得不轻 但不要命也不伤根本 可毕竟是原因打住机 这一长下来 他是需要一段时间好好休养了 小师妹 你太冲动了 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 裴洛白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豁出命去给思玉成贴符 若最后 江玉珍没去救思玉成 而是转身去 把你给丢下比武台 你所有的伤 就都白挨了吗 听到这话 其他师兄师姐跟着点点头 确实好凶险啊 大师兄 江玉珍自己也受伤了 他若是过来丢我 我可以再想办法 把他起拽下去呀 他掉了 思玉成被控了 你赢不了吗 可你伤那么重 你要是没能把他拽下去呢 好 就算我真的被他丢下去 当时思玉成被控制 江玉珍受了伤 你占大优势 你就不可能选择 跟他俩一块跳下台了呀 没准你会用别的办法 打败他们呢 那如果我打不过呢 我就是辜负了你的牺牲呢 那就输啊 我们尽全力了 就是有差距 就是赢不了 那也没办法呀 以昆悟成的实力 他们难道不配赢吗 裴洛白一正 久久找不出一句话来 说到底 还是不够强 才会旗鼓相当 才会受伤险胜 如果他再强一点 早一点打败思玉成 小师妹就不需要拼自己的命 去赢这场比赛呀 小师妹 你好好养伤 我回去修炼了 裴洛白转身 便走出了叶玲珑的房间 看不到裴洛白走了 其他三个师兄 感觉自己好像 也没脸呆了 既不如人 才会被虐成这样 他们还有什么 资格不努力 于是 他们三个 分别安慰叶玲珑之后 也迅速地回去 闭关修炼 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看到他们一个个离开 剩下的人 互看了好几眼 师姐 我发誓 我这次没想让他们去卷的 那也就是说 你平时都是故意的呗 他们就是担心你 你年纪那么小 一个人承担那么多 他们几个大男人 过意不去 话说回来 确实好危险啊 对方是大原因了 你要是真的被打死了 怎么办 叶玲珑笑了 要换作对面是柳元旭 或者贺连放 我都不敢这么玩 可对面是思玉成啊 他只想把我打下去 并没想过要杀我呀 所以他这一掌下手 是有分寸的 我肯定不会 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啊 几个师姐点了点头 小师妹的考虑 永远最周全 照顾小师妹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团战结束 我接下来也没有比赛了 你们三个 接下来还有比赛呢 陆白威接下了 照顾叶玲珑的重任 那行 师姐们也要努力 让所有榜的榜首 全部写上清玄宗的名字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他们疑惑地看过去 谁啊 是我 江于征 陆白威看了一眼其他人 推门走了出去 你来做什么 我来拿伤药给小豆芽 这是我大师兄 压箱底的好药 他本来舍不得的 被我无数次 抨击他的良心之后 他终于舍得拿出来赎罪了 听到这话 陆白威回头看了叶玲珑一眼 叶玲珑放高了声音 谢谢 要留下 人快走 啊 不让我进去看一眼吗 我怕你被我师兄发现 有命进来 没命出去哦 不至于吧 但一想他那几个凶巴巴的师兄 还真的至于 那你好好养伤 多大点事 你被我砍了那么多箭 不还活蹦乱跳吗 那能一样 就你那点力气 伤口过一会就愈合了 叶玲珑沉默了两秒 师兄 敌军偷袭 速速增援 叶玲珑这一喊 姜玲珑赶紧把药塞进了陆白威的手里 转身跑掉了 刚跟那几个师兄打过一场 知道他们的厉害 现在再挨打不划算 陆白威拿着药回来 顺手关上房门 诺给你 四大宗门 也就空城还像个样子 叶玲珑笑着 接过了姜玲珑送来的药 毫不客气的放进了自己的戒指里 要不人家怎么那么强呢 到心正了 用在该用的地方了 那不行 我们清玄宗必须第一强 修炼修炼 最后几天抓紧修炼 就差一口气了 必须罢绑 师姐们各自忙活起来之后 躺在床上的叶玲珑闭上眼睛 开始运转大重生术 给自己治愈伤势 其实他被打一掌的伤不重 更严重的是他神石里的伤 此刻他的脑袋 像是针扎一样的疼 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下 高难度布阵太好精神力 太伤神石了 要不是前阵子 修炼了九霄神魂诀 他今天还真的做不到 于是他干脆放弃了大重生术 开始一遍遍运转九霄神魂诀 师兄师姐都在努力 他也不能偷懒啊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 巅峰舞会团战赛落下帷幕 清玄宗这匹黑马 在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情况下 惊艳四座 一举夺魁 清玄宗这名字 彻底在下修仙界 名扬四海 人尽皆知 就在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滔滔不绝的时候 清玄宗弟子 已经投入了新一轮的修炼当中 那苦大仇深 要一血前耻的架势 好像赢的不是他们似的 时间一晃而过 在休息几天之后 各项比试的决赛圈比拼开始了 最先进行的是 幻术的决赛 那天 所有清玄宗弟子 都停止了修炼 一块去给科兴兰助威捧场 这是继团战赛后 他们首次聚得那么齐全 这场比拼 在大比武场举行 来看的人不在少数 虽然幻术相对偏门一些 但在偏门里面 算是大热门 尤其是看他们比赛 能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画面 从观赏性来说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前十的比赛内容很简单 十个弟子一同登台 一块布置幻术 谁的幻术被别人破了 谁就淘汰 最后会按照淘汰次序排名 站到最后一个的 便是魁首 只见十个人在比武台上 骑刷刷的各显神通 有的人布的是世外桃源 鸟语花香 让人放松警惕 渐渐沉沦 有的人布置的是地狱之门 鬼怪横行 恶鬼咆哮 让人看了 便不由自主的恐慌 有的人布的是心里头 那些爱过的 恨过的在意过的人 各种言语的攻击 让人情绪渐渐被挑拨起来 在大家歌显神通的时候 一首爽朗大声 又极其洗脑的好运来 就这么 在整个比武场上响彻起来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好运带来的喜和爱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迎着好运 希望发达通四海 那歌声 那旋律 让人精神一震 震了又震 在场的弟子 连同观众一起 全都被这高亢的歌声 给震到了 整个脑袋嗡嗡的 就剩下了这个声音 不仅如此 那边的画面 挪鼓喧天 红旗飞扬 鞭炮齐鸣 喜庆的让人忍不住 想过去一块唱 一块跳一块过大年 世外桃源 顿时就不清静了 地狱之门 顿时也不恐怖了 就连爱的恨的 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了 情绪被拉高 心情被鼓舞 此刻只想跟着一起 高唱一声好运来 就在这情绪 被渲染到高潮的时候 好运来唱完了 接下来一首一样的洗脑 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 最啊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 才是最开怀 听到这些的时候 季子卓忽然蹭了一下 站了起来 不行 我不行了 我要出去一下 对不起二师姐 这场缺席 我以后再补偿你 说完 季子卓火速溜走 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会场里的人 竟不知不觉走了一半 走掉的火速离开 没走掉的随音乐摇摆 疯了 全场都疯了 我也 一眨眼 清玄宗又走了三个 就连最沉稳的大师兄 也扛不住了 不行 我快忘了炼丹配方了 要命 我的炼气步骤 这会想不起来了 没多久 清玄宗的位置上 就剩下了陆白威和叶玲珑 小师妹 你真的不走吗 比舞台上的那些弟子 都自己走了大半 留在上面的 也快撑不住了 看叶玲珑 一点反应都没有 陆白威戳了戳他的手臂 啊 这时陆白威才发现 叶玲珑的耳朵后 贴了符纸 有好东西 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不分享 最后 柯新兰以绝对的优势 拿下了幻术赛的魁首 除了他本身 硬实力过人之外 他选择的题材 更是一名惊人 全场接风 留到最后的叶玲珑 和陆白威两个人 眼看着比舞台上的石碑 缓缓升起 在最顶端的位置上 写下一行金色的字体 第一百零一届 巅峰舞会 幻术赛魁首 清玄宗 柯新兰 至此 清玄宗已经夺下了两个魁首 成为了当下排行第一的宗门 小师妹 武师妹 你们两个竟然没走 柯新兰一脸激动 叶玲珑和陆白威 趁他不注意 摘掉了耳后的符指 二师姐的比赛 必须坚持到底 你还有没有更多类似的歌曲啊 我太喜欢了 我一唱就停不下来 我还要多做几个 回头你们去历练的时候 都带上 有背无换 歌是叶玲珑教的没错 但二师姐反复播放神情歌唱 他也是顶不住的 柯新兰的比赛结束 紧接着第二天便是练棋师的决赛 这天依旧是全宗门集体到场 练棋比赛这一届的题目是零件 零件是最常见的武器 做得最多最顺手 却最难做出新花样的 做出来人人都会 做到出类拔萃则非常的难 所以他非常考验练棋师的想法和能力 别人拿到题目的时候还在思考 莫洛林则已经迅速的投入到制作中了 为了公平起见 练棋比赛会由比赛方提供材料 所以当莫洛林拿到免费 其无限量供应的材料时 他速度搜搜的 比谁都快 免费的必须拿 而且使劲拿 不耗光对不起他辛辛苦苦挺进决赛 于是 别人在辛辛苦苦练一把的时候 他一次性练了三把 为了保证速度他三把剑的练的 那是一模一样 最后结束时别人出一把 他出了三把 在给福尸刻符文的时候 他直接放弃了大赛提供的福尸 把他家小师妹给招过来给他刻 刻完之后 三把一模一样的剑送上去 给评委鉴定 当鉴定出来三把剑 全部为上品零件的时候 全场一片惊呼 即便是高级练气时 练出来的零件 也未必能把把上品 可他一次练了三把 三把都是上品 可见他的练气水平高超又稳定 就跟平日里 时时刻刻都在练试的 他的熟练度是真的非常高 虽然三把零件都是上品 但最后出来的品质上 是有些许差异的 剑多的好处 就是莫洛林可以选择 品质最好的那把 作为最终成绩评定 而其他人只能练出一把 就是一把 或好或差都没得挑选 光这点就不如莫洛林有优势 依靠着这把表现最优异的剑 他成功地拿到了练气赛的魁手 莫洛林骄傲地从练气台上下来 跟着同门一块看石碑 冉冉升起 看他刻下自己和清玄宗的名字 练气比赛结束 便是练单了 和莫洛林一样 免费的材料疯狂烤 花石琴比莫洛林更狠的是 他一次练了一大锅 别人控不住的火候一颗一颗来 他熟练的就跟呼吸似的 一锅一锅来 实在是这几天不出门不聊天 不做别的 天天就研究练单了 熟练度比起人家强太多 当一大锅的单药练着出炉的时候 灵气的香味 瞬间一满整个练单赛场 不少人已经打定主意 结束后取决问家购买了 看着自己提供的材料 顶级最好的交了上去 交之前还让小师妹帮忙刻了单纹 最精致的一枚单药交上去 花石琴不出意外的 也拿到了练单赛的魁手 或许在修仙界有比他资历更深 水平更强的 但一众辛苦收集材料 小心翼翼练制单药的一众弟子中 他的天赋超强 而且人超卷 毕竟整个清玄宗 就他这么一个练单师 所有同门有材料都给他 所有同门的单药都有他提供 属于清玄宗的第四个魁手拿下后 他们把目光放在了最后一场 非战斗类比赛上 这一场比赛是叶玲珑的制服赛 跟前面三场不一样的是 这一场比赛叶玲珑他人还没到 全场观众和评委以及对手 就已经在等他了 那场惊天地气鬼神的团战决赛 至今还是九华山讨论热度第一 没有人不知道他可以徒手画符 顺移不振 所有人都见过他以一己之力 改变整个团战的劣势 带着宗能弟子取得胜利 他是他们见过最经验的符师 可以把符文和战斗 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符师 其他专注于画符的符师 基本上是没办法直接战斗的 要不是规则不允许 崔京城和邵康颜 都想直接把魁手给他了 但不能给也是有好处的 还能借着比赛再看一次 他精彩绝艳的技艺 符师的决赛场上 有两个机关木头人 符师需要迅速的写画符纸 贴在战斗中的木头人身上 帮助几方木头人加各种属性 给对方木头人设置各种障碍 最后打赢的那一方木头人获胜 这对叶玲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这些木头人打起来速度又慢 灵活度又低 而且还没心眼 一贴一个准 他连真人比赛上个都随便贴 何况两个木头人 于是在对方符师 还在聚精会神写符纸 把符纸质量写到最好的时候 叶玲珑已经啪啪啪甩出了好几张 大家眼看着他的那个木头人 一路砍瓜切菜 在极短的速度里 一路连胜杀到最后 毫不意外的夺魁了 比赛结束得很快 大家都还没看过影就没了 对方的木头人 在叶玲珑面前实在是太不劲奏了 还不如看真人团战赛来的耐看 但话说回来 除了最后一场跟昆吴成的比赛以外 对上其他宗门的团战赛 也是砍瓜切菜 比这个也慢不了多久 比赛结束 叶玲珑毫无意外 且当之无愧的拿下了符师赛的魁首 当时被缓缓升起 刻下叶玲珑名字的时候 崔京城和邵康颜相互推散了好几下 你想收徒 你去问啊 之前不是垂涎人家天赋吗 你怎么不去 就他这程度 搞不好我还赢不了他 我有什么资格去抢他做徒弟 那简单 你让他当你师父呗 我呸 你个为老不尊的东西 哼 你又好到哪去 看福 你暗算我 你等着 你完蛋了 两人还在争吵着 叶玲珑已经走远了 巅峰舞会第五个魁首收入囊中之后 清玄宗的神话还在九华山上延续着 先前很多人不明白 四大宗门资源那么丰富 他们拿下四个魁首之后 大家才渐渐明白 在清玄宗 好像每个人是都可以肆意发展自己专场的 专场之外的短板 总有人会替他们弥补 他们从不内斗 团结的让人艳陷 光这点其他的宗门 就没有一个能做到 毕竟也没哪个宗门人少到像他们这样 门内没有竞争压力 巅峰舞会的赛程进行了一大半 剩下的便是巅峰舞会的重中之重 个人赛的高级组 中级组和初级组的前20排名赛 往年大家的目光 都往四大宗门身上看 今年不同的是 多了一个专出奇迹的清玄宗 前20名的排名赛进行得也很快 罗延忠凭借着之前在浙云城学到的弄点卷 闯入了中级组前20 但在第一场就被别人送回去了 堪堪排名20 江玉珍所在的高级组光原因就有10个 他一个金丹拼尽全力拿到了第12名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成绩 只是他的最后一场不幸对上裴洛白 被裴洛白光明正大暴打了一顿 所有苦只能往杜里咽 曹永鑫被淘汰 叶荣岳突破金丹后 宇星周还是初级组为二金丹 根据之前淘汰赛的分组 他和叶荣岳在一个半区 所以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即将碰上 另一边的叶玲珑对手全是助击 他砍瓜切菜的进入总决赛 等着另一位对手定下 而中级组那边情况也不如人意 排名赛的时候 沐萧然一鸣成 季子卓被分在了同一半区 他们三个要决出胜负之后 才能有一个进入总决赛 高级组那边也很胶着 裴洛白跟柳元旭 赫连放分到了一个半区 要进总决赛得挨个打赢 他们才有机会 随着时间的临近 最后的决赛名额争夺一触即发 气氛又开始重新紧张了起来 气氛一紧张 太子和招财从一开始的人人惧怕 到后来变成了排队预约的陪练对象 太子很高兴 因为随便打两下就有人来送餐 而且餐餐都是他爱吃的烤肉配零件 偶尔演个什么身心俱疲 百烂罢工 还能得到一杯超级美味的胖头汁 要不是胖头是他的专制翻译 且迄今为止 只有一只还要留着循环利勇 他就趁小爹不注意的时候 把胖头一口吞了 比起太子的越干越勇 招财就有些不高兴了 存粮吃的差不多了 天天关在盒子里 不能像太子和胖头那样有空出来玩 一出来还要打架 打赢了又不给吃 心情不是很美丽 于是为了照顾招财的情绪 叶玲珑只好半夜三更 在没人的山头上 带着招财赛月亮 一起看二师姐做的芯片 一起吃胖头汁熬成的果糖 胖头最近天天被拉出来榨汁 心情也非常不美丽 无数次想罢工离家出走的他 最后还是被诱骗了回来 叶玲珑给的SPO服 实在是太多了 也罢 就当做减肥吧 做一只身材曼妙的绝美胖头 惊艳所有人的眼 于是夜黑风高之下 荒芜人烟的山坡之上 叶玲珑的大宝贝们靠着石头 坐着SPO 看着电影 吃着点心 哪个准备好了 想练实战的 跑去山头上 喊一个陪练下来 保准能收到十倍火力攻击 毕竟谁被打扰了 看电影心情都会不好的 暴躁点也数正常 彼时 太子刚刚从山坡下回来 不高兴的哼了两声 别跟那些愚蠢的人类一般见识 他们总是要逃打 那是因为他们天生孱弱没本事 天赋又低又垃圾 要是像我们这样 天生就很强 根本就不需要努力呀 胖头语气十分嚣张 但太子一听 心里舒服不少 招财转了转眼珠子 也不知道他听懂没有 罢了 尽管他们愚蠢又孱弱 但服务还不错 凑合着满足一下他们 他们就会花更多力气供养我们 累死累活算他们的 躺着享受那才是属于我们的 胖头说完 翻身换了个姿势 别提多开心了 太子抬头望了一眼月亮 出生以来 除了见过爹娘一眼 再没有其他 除了知道自己是太子 他什么也没见过 就被扔这里来了 他要干什么都不知道 罢了 有个愚蠢的人类供养他 他且享受着 便是谁叫他生而优越呢 招财眼珠子又微微动了一下 他没有那么多想法 只知道画面上的小人小动物不能咬 其他随便吃 以及现在挺舒服的 一晃眼 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刻终于到来 从八强赛开始 接下来的每一场 都在最大的可隆纳万人的比武场开赛 今天开展的是八进四的比赛 初级组 中级组和高级组同时在同一天举行 看点十足 比武场依旧是人山人海 气氛热烈 越是到最后阶段 比赛就越是紧张刺激 最先开始的是初级组的比赛 初级组的比赛 打起来结束得非常快 八进四的时候 叶玲珑 宇兴舟 叶荣月 还有一个昆武城弟子 各自打败自己的对手 成功晋级 初级组比赛结束后 中级组的比赛便开始了 沐小然迅速打败了金丹七对手 晋级前四 但到了季子卓和宁明城这里 就胶着起来了 清玄宗弟子 首个门派内战 两人站到比赛台上 最终只能晋级一个 此时 清玄宗的气氛组热烈的大喊着 一边给宁明城助威 一边给季子卓助威 乍一眼看过去 跟精神分裂似的 但气氛组的成员 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们的快乐 其他人不懂 两个随便喊 总有一个能赢 他们气氛组每场都能赢的 不败神话 就不会结束 比赛正式开始 叶玲珑坐在观众席上 看着两位师兄对战 一开始 两人打的还算比较客气 你来我往 有来有回 观众正欣赏得津津有味 清玄宗这两个弟子 是各有各的帅气 哪个输了我都会心疼的 他们不是同门吗 而且还年纪相仿 为什么他们的建招完全不一样 就像是两个门派出来的 这么一说 好像是多打一会儿吧 我继续欣赏他们的盛世美颜 让我师兄继续研究 对付他们的办法 叶玲珑在旁边 听得眉头一皱 这不行 今天他俩肯定要输一个 再这么摩洋宫 都不愿意下狠手 就要被别人研究透了 于是 他忽然从观众席上站了起来 对着比武台上大喊了一声 师兄超厉害 打赢的回去好好休息 打输的 陪我出门历练 这一喊 原本懒洋洋的两个人 顿时一改之前的状态 气势大涨 瞬间爆发 剑招越打越快 法术丢得满场乱飞 这仿佛换了有血海深仇的两个人似的 你看我戳 你死我活 顿时把在场的所有观众都看呆了 最后 成天上门打架 且拥有水系丹林根的姬子卓 在丰富的战斗经验帮助 以及属性克制的优势下 以微小的优势 打败了宁明城 成功的晋级了中级组四强 他打赢的那一刻 激动的几乎要跳起来 高兴的让人怀疑 他并不只是赢了一场八进四淘汰赛 而是拿下了中级组魁手似的 而输掉比赛的宁明城 则干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宁明是受了几件外伤 搞得像是命都要被打没了似的 非常凄惨 谁人见了不心疼 眼看着一场不知道还要打多久的比武 忽然间迅速终结了 观众们都惊呆了 陆白威顿时朝着叶玲珑竖起了大拇指 我愿称小师妹为全场最佳 客气客气 比赛结束 季子卓把宁明城抓下了比武台 兴高采烈的带到了叶玲珑的面前 六师兄 小师妹今后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后悔 宁明城当时就非常后悔 他要是在输掉比赛的前几个招式 换一种打法 现在都不至于这么惨 小师妹 六师兄 我知道你输了比赛很难过 没关系 我以后陪你一块修炼 你未来进步一定能超过七师兄的 如果心脏会发生 那现在一定是咔咔的碎裂声 终极组的比赛打完 马上就开始高级组的比赛 高级组的比赛里 裴洛白对上的是隐约公的柳元旭 对于这场比赛 清玄宗的弟子们有担心 但不多 因为这个柳元旭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上次团战把他的智商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自从那次在大金山秘境 被叶玲珑重伤之后 短短的三个月 他都用来恢复了 暂时还没看出有什么进步 这场比赛开始的时候 隐约公的弟子们 紧张得几乎要脑袋冒烟 一转头看到清玄宗弟子 都在嗑瓜子吃灵果悠闲得不像样 顿时他们就不紧张了 因为十有八九打不过 上次宗门团战的时候 大家都看见了 裴洛白是可以和思玉成 打得有来有回的 而他们家首席 一次都没赢过思玉成 再加上之前大金山败回来 受了重伤 导致修没什么进步 隐约公这一年的巅峰舞会 在高级组并没有抱太多希望 过得去就行了 希望都放在初级组和中级组了 但现在看来 这两个组也不好打 很快 比武开始 裴洛白的剑法稳健又强劲 柳元旭果然开局不久之后 就陷入了劣势当中 他苦苦支撑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才在裴洛白的剑下落败 虽然输了 但这是今天所有比赛里 打得最久的一场了 虽败犹容 承让 裴洛白很有礼貌 柳元旭最见不得 他这装模作样的德行 于是冷笑一声 你以为你为什么能打赢我 要不是叶玲珑 输归输 心态要搞 要在明面上 把叶玲珑的名声给毁了 也要在暗处挑拨他们同门关系 引发猜忌和怀疑 从而导致疏离 他想得非常好 而且说完之后 也果然听到了观众席上 传来了大量的讨论声 不会吧 叶玲珑在赛前做手脚了 这有什么奇怪 他那个人主意特别多 为了赢什么都做得出来 估计是干了什么事情 让柳元旭有苦难言 天哪 原来是裴洛白胜之不武吗 怪不得我觉得柳元旭怪怪的 还不如上一届巅峰舞会时候那么强了 看到这效果 他满意的准备走下台 恶心了一下清玄宗 他好受多了 然而 他才刚迈出第一步 忽然间 观众席上那个烟红胶小身影 搜的一下站了起来 柳元旭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可我没想到你会因为我的拒绝 你因爱生恨导致练功走火入魔 差点就不回来呀 这话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爆发出了大量的八卦讨论声 柳元旭顿时整个人就懵了 他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若我早知道 我也不能答应你呀 我才十二岁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这下大家讨论的更凶了 各种什么难听的八卦的 你没有 为了这事 你一怒之下把户心尽碎了 把保命扶撕了 甚至还往自己喉咙上割了一件 你说你不要活了 叶玲珑这话一出 全场直接就沸腾了 看不出来呀 柳元旭竟然是个恋爱脑 为了求而不得的爱情 把这些保命的东西全部给毁了 他这是真的不想活了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被别人打成这样的 你在开玩笑吗 他是隐约工首席 年轻的大原因 谁能把他打成这样 他肯定是自己不想活了呀 可是他喜欢谁不好 偏偏喜欢叶玲珑 人家才12岁呀 看看 这是人做的是吗 怪不得他都年近30了 没有道理不尽美色 原来是好这口啊 可怜人家急机都不等 就迫不及待表白 这么禽兽的吗 柳元旭听得目瞪口呆 他张了张嘴 一时之间 竟不知到底是承认自己 被叶玲珑打成这样好 还是干脆就默认了他的污蔑好 你在瞎边乱造什么 柳元旭气得发疯 那你说说 你那些东西是怎么没了的 该不会是被我打没的吧 还有你那一身的伤 解释一下 我就没受伤 这话柳元旭只能骗外人 隐月宫的人骗不了 可他没办法 隐月宫的脸面要紧 同门不会拆穿他 没受伤 你输给我大师兄就是鸡不如人呗 你赖我干嘛 蹭我热度啊 要脸吗你 柳元旭此时恨不得冲上去 给几个大嘴巴子 算了 还是回去之后给自己打几个吧 干什么要想不开 跟叶玲珑斗嘴皮子 柳元旭怒哼一声 转身走了 也好 他不要脸 蹭热度总比之前的好 谁知 刚走回隐月宫弟子所在的位置 全同门都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震惊久久不散 干 他也不想的 他没想到叶玲珑这么能豁出去啊 大庭广众之下 他一个小姑娘脸都不要的 隐月宫掌门眉头紧皱着 脸色奇差 元旭 今天结束之后 你到我这里来一趟 裴洛白跳下比武台后 直奔叶玲珑所在的位置 一脸担忧 小师妹 你跟柳元旭是怎么回事 大师兄 你想知道啊 这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吗 他怎么笑得那么贼 拿了魁手 我就告诉你啊 叶玲珑一笑 其他人便跟着笑起来 有一种满门皆知 唯我不知的感觉 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 也罢 不知就不知 小师妹的事情 也不必装装件件都知 只要其他人觉得没问题 那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整天时间 初级组 中级组和高级组的四强 已经全部绝出 接下来便是第二天 三个级别的半决赛了 当天晚上 叶玲珑他们外出修炼对战 回来的时候 看到了正在他房门口 等他的雨昕舟 玲珑 你可以让你的师姐先回去吗 我跟你说话话 好呀 我们去那边走走吧 叶玲珑知道 今天柳元旭的事情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这孩子 估计是来询问真实情况的 玲珑 你和有事凶他 不是那回事 你们还是自己问他吧 这是我可不好说 等以为自己的回答会被追问 谁知雨昕舟 他竟然松了口气 叶玲珑头一回发现自己 好像有点看不透人心 明天就是四季二的比赛了 好在我们虽然都在出几组 但是我没跟你分到一边 叶玲珑点了点头 要是分到一边 明天就不好打了 须得认真准备一番 此时他看到雨昕舟 一脸纠结的 站在原地一句话 憋很久没说出口 你是不是还有话跟我说啊 我就是想问 你明天能不能给我助威 虽然我知道我的对手是你的姐姐 但是我也想得到你的祝福 我想进决赛 我想跟你打一场 我想 我祝你心想事成 顶峰相见 这是他听过最好听的话了 一起爬上顶峰 做顶峰上的人 在顶峰上相见 我一定会好好打的 我要做你的对手 我要拿出几组魁首 行了 那我等着 叶玲珑走了 雨昕舟也高高兴兴的跑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 大比武场上依旧是全部满座 观众依旧激情满满 现场的气氛也越来越热烈 第一场出几组的战斗 叶玲珑打败了他的助击7对手 第二场马上就迎来了 雨昕舟和叶荣玲的战斗 上场的时候 双方同门各自拼命呐喊 因为那是隐约公和七星宗 在出几组最后的希望 也是最大的希望 战斗开始的时候 双方打得势均力敌 难舍难分 看得出 雨昕舟的基本功很扎实 比拳宗希望曹永新要强很多 他若是对上曹永新 以他的实力百分百能赢 可他对上的是叶荣玲 在原著里 天赋超强 运气极佳 拥有各种法宝和底牌的叶荣玲 原本势均力敌的场面 很快就出现了转叶 叶荣玲召唤出了他的灵兽 拥有小凤凰称谓的烈火旋鸟 他振翅一飞 无数的火焰 便铺天盖地地布满了整个比武场 一人一鸟强势进攻 虽然雨昕舟撑住了 但叶荣玲还是取得了极大的优势 紧接着 他召唤出了自己的火灵 把场上的火运用到了极致 就连整个比武场都陷入了 他火焰带来的灼热之中 引发了观众席上一阵阵热烈的讨论 叶荣玲竟然还有那么多底牌的 之前都没见到他用 看来之前的对手都太弱了 没想到初级组的比赛也能那么精彩 这个雨昕舟也好强 他一个人撑了那么久 而且还在不断地反击 快看 叶荣玲又寄出新法宝了 他的宝贝好多 雨昕舟要撑不住了 另一边 七星宗掌门和隐月公公主 紧张的都快要打起来了 你们给他那么多资源的 隐月公公主不可置信 什么叫我们给的 他自己在外面挣的 七星宗掌门听得很不爽 我们荣越的灵兽 火灵 宝剑以及他突破金丹 吃的那枚吃雁果 都是他靠实力获得的 他超强 我先前就说你对自己的儿子太随意了 他天赋那么好 你也不认真培养一下 甚至还把他随便丢给长老教导 自己跑去教其他人 你看人家北斗宗主 是怎么对待自己儿子的 昆吾成城主孝道 灌出来的天才 那本身就不是天才 我让他去拜其他长老为师 是想让他自立更生 他自己若能闯出来 那可都是他自己的 跟我这个爹没有关系 你就像吧 回头他钥匙输了 有的你后悔的 猎羊店主看热闹 不嫌是大 什么叫钥匙输 他必输好吗 我家荣越那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七星宗掌门不服气 要不你再说狠点 直接给他预定出几组魁首 任堂连这会儿也忍不住进来 煽风点火 我 七星宗主被他噎了一下 他们原本就觉得出几组魁首板上钉钉 荣越他本来就有那个实力啊 但自从叶玲龙上次在团战一名惊人之后 他不敢在外面乱说了 怕打脸 那次回去之后 七星宗所有掌门长老 也是轮番给叶荣越亲自指点 能做的都做了 最好的资源都给他了 就希望他能捧个魁首回来 反正这一场荣越必赢 叶荣越和雨兴周这一场 足足打了半个时辰 叶荣越齐招频频 雨兴周就全靠自己的硬实力在撑着 一直撑到最后一刻 被叶荣越一箭刺到心口 狠狠地踢下了比武台 那一刻 全场掌声爆发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为叶荣越喝彩 叶荣越还是强 担得起他的名声啊 他现在好像比上次团战的时候 还强了好多 这就是天才的进步速度吗 我就说上次叶玲龙打败他 凭借的是陆白威的加持 还有人跟我吵 眼珠子不会用抠掉好吗 叶玲龙坐在座位上 看着重伤的雨兴周 被同能抬了下去 他撑了下巴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原柱 没有着重描述 也不知道这孩子后来怎样了 也罢 现在还是先担心自己 老实说 这么快就对上大女主叶荣越 他是有点没想到的 如果他赢了会怎样 整个剧情会崩吗 如果他输了 叶玲龙眉头一皱 他不要输 清玄宗的魁首必须有他这一个 其他的 管个球 初级场的比赛结束 很快变到了终极场 这一场 他的两个师兄继子卓和慕萧然又对上了 他俩争夺一个打决赛的名额 比试一开始 慕萧然就跟继子卓拼尽全力的打 他开场就召唤出腾云白虎 一点给同门面子的意思都没有 像是怕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似的 他们打得又快又很又迅速 两个人都好拼 最终 在两人斗了快半个时辰之后 单打独斗的继子卓遗憾落败 继子卓失败了 但他没有昨天的宁明城那么伤心 甚至神色很是轻松 回来只说了一句 武师兄还是厉害 若有下次 我还会再向他讨教 只见慕萧然脑袋微微一点 先闭个关 再次被痛击的宁明城 死仇必报 中级组的比试很快结束 高级组的比试开始 最先开始的那一场 是思雨晨和唐亦凡的对战 他们在比武台上打得正火热 叶玲珑摇了摇裴洛白的手臂 大师兄 你的剑给我一下 裴洛白一正 没问为什么就把自己的剑 递给了叶玲珑 拿到剑的叶玲珑 拿出伏笔 在剑身之上写写画画 写了许多高深莫测的符文 小师妹 你写什么东西 陆白威好奇的凑过来问道 赫连放为了这次巅峰舞会豁出去了 你忘了 陆白威一正 他想起来了 那大师兄会不会有危险 这不就给他加上专用符文了吗 叶玲珑写完之后 把剑还给了裴洛白 给他的时候 还顺手在他的身上贴了几张符纸 小师妹 你在给我贴什么 你一套符我都有 早上出门的时候贴过了 你贴多了 我不适应状态容易适得其反 大师兄 来自小师妹的关怀你给要 三封舞会是做足了准备的 他比起五年前更强大了 在思玉成的手底下 接了一招又一招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但实力还是思玉成更强 所以这场比武还是以唐一帆落败告终 至此 七星宗高级组和中级组 没有一个人进入局赛 唯一的指望便是初级组了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 便是裴洛白和赫连放的战斗 列阳殿赫连放 清玄宗裴洛白 比试开始 此时 观众席上列阳殿弟子所在的地方 罗延忠 这场比赛你压了谁 我记得你之前有清玄宗 必压清玄宗的 这会儿清玄宗跟我们大师兄打 你该不会背叛宗门吧 怎么会 我对列阳殿的忠心 需要你们来质疑 听到这话 其他同门松了一口气 这次巅峰舞会 罗延忠压谁谁赢 你一路连胜 赢麻了 别人高调成名 他低调报复 看得他们都馋死了 后来他们干脆问过罗延忠再下注 对面竟然是清玄宗 顿时他们就慌了 罗延忠之前 次次必压清玄宗 他们这次不会血本无归吧 罗延忠看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他忍不住低声一笑 他当然不会被迫列阳殿 可赫连放走了邪门歪道 已经不配为列阳殿弟子 在他这里 赫连放已经跟那些鬼滑一块了 压他输 怎么算是背叛宗门 投 你们就都投那个叛徒吧 你们输的那些钱 转眼就落入他的口袋里 这呀 好歹这笔钱没有离开列阳殿 他只是交由自己保管了 他心安理得 比武一开始 双方陷入了势均力敌的胶主之中 过了一会儿之后 赫连放眼看着自己 渐渐落入下风 但却不急不徐 胸有成竹 很快 赫连放退后两步 脱离了战局 他捏起法掘 顿时飞扬的尘土 顿时将整个比武台 全部包裹其中 灰蒙蒙的一片 让人根本看不清楚 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时 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讨论声 看了那么多次比赛 这还是头一次 看了个寂寞的 他俩在里面 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 这还不让看的 兄弟 你说话注意一点 以裴洛白的颜值 他不至于这么不挑 不要污蔑他 该不会这烟尘一遮 直到结束吧 有黑幕 下黑手 还是什么独门秘笈 急死我了 里面到底怎样了 另一边 观众席上任唐莲的眉头 不由的皱了起来 这是你们烈阳殿的新法诀吗 烈阳殿主也没见过这个呀 但是赫连放天资聪颖 能想出什么奇招对敌也不奇怪 本门密法 无可奉告 不知为什么 任唐莲总觉得不太对 气息给他的感觉有些怪异 另一端 叶玲珑撑着下巴在看 小师妹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慕萧然担心起来 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其他三个人都说 赫连放是鬼魂 那就肯定却有歧视 他现在搞这一出 显然是在里面腥风作浪 才不让人看 问题不大 马上就要结束了 只见裴洛白手中 拿着剑战的依旧挺拔 而他对面的赫连放 则喘着气 身上剑伤无数 面色苍白 裴洛白打赢了 怎么回事 赫连放步的陷阱 结果自己被打崩了 好气呀 为什么不让卡 伤成这样 刚刚里面必定很精彩呀 这时 任唐莲疑惑地转过头去 你这门派的秘密 确实不该外转 彼时 下面讨论得十分热烈 比舞台上的裴洛白 始终保持不变的表情 他挥动着手中的剑 继续自往赫连放 赫连放撤掉了 刚刚的法觉之后 拿着手里的剑咬牙 跟他打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准备了那么久的必杀技 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他不能接受 可却不得不接受 如果对方是司御臣 他就可以一学五年前的耻辱 拿下他拿下这一场对决 可偏偏 对方是裴洛白 他的剑上和身上 贴了专门克制他必杀技的符吻 如果他输了这一场 他就没机会 再对上司御臣了 他没机会拿魁首 没机会更进一步了 叶玲珑 又是叶玲珑 那天晚上 被变态大叔追着的 那个小姑娘就是他 他果然什么看到了 可他装了那么久 一直装作不知道 不声不响的到现在 让他所有的准备 全都付诸东流 赫连放越想越气 气得发抖 抖得见招都变形了 心态的迅速崩落 加上他身上带的伤 很快他便落了下风 最后被裴洛白一剑刺重 丢下了比武台 落地之前 所有的悔恨和不甘 都化作了身旁的风 将他的发丝吹起 他恨急咬牙 叶玲珑 叶玲珑蹭了一下 迅速地站了起来 干啥 又来一个碰瓷的 说吧 你想从哪碰起 赫连放张了张嘴 想到柳元旭的下场 他没敢出声 输都输了 心态也崩了 就没必要再讨骂名了 毕竟叶玲珑他年纪 虽小但比谁都活得出去呀 于是 他任由自己跌落到地面 没再说任何一句话 他的崛起 又要等下一个五年 奇怪 赫连放堂堂 一个烈阳殿首席弟子 输了 为什么也喊叶玲珑的名字 不会吧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今 一个未及其的12岁少女 是如何让四大宗门首席 接连沦陷 看来这个赫连放 和那个柳元旭差不多 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落地之后 憋着一个字 也没说的赫连放 能不脑补吗 有时间去修炼好吗 活该你们现在都修为 低时力差 只能当个观众呢 他能不要一个人那么多戏吗 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实在不该多那一嘴 看到又一个首席风平大跌 叶玲珑满意的坐了下来 很快 裴洛白回到了清玄宗弟子 所在的位置 直直的走向叶玲珑 那个赫连放 大师兄 你要想知道话 要等我拿魁首以后是吗 不是 给五师兄拿到魁首 裴洛白顿时转头看向穆萧然 穆萧然瞪大了双眼 等一下 你俩为什么是拿我来做约定 我招谁惹谁了 五师弟 好好努力 大师兄 虽然魁首是一定要拿的 但小师妹要压力谁 你就做帮凶 这是不是有点太偏心 大师兄 你刚刚跟赫连放在里面打什么 怎么奇奇怪怪的 还不让看 继子卓这问题一出 周围那些正要走的人 都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好奇的 想听个墙角 他们实在是太好奇了 到底做了什么呀 进去之前还好好的 出来之后 赫连放整个人都崩了 裴洛白眉头轻轻一蹴 说实话 我也没看懂 观众没看懂 是因为有一层沉沙的遮挡 对手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对手还没懂 自己就败了 这赫连放是来闹着玩的吗 沉沙起来之后 里面出现了很多幻象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吓人的鬼魂 有点白鬼奇哭的那种意思 不过那些幻象 很容易打碎一件刺过去就碎了 攻击力很一般 幻象全部打没了之后 沉沙就消失了 就这样 其他人没听懂这玄机在哪 合着赫连放搞那么大动静 就是搞了个幻境 听到的人跟身边人 讨论几句无果之后 得出结论 赫连放水平下降的实在太厉害 活该他进不了总决赛 这场结束后 初级组 中级组 和高级组三组 最后进入最终对决的 六名弟子决出 对决将在三天后举行 对决开始前 整个清玄宗为了夺魁 开展了更残酷的对战训练 日以继夜 不敢松懈 一直到最后一个晚上 才回到各自房间休息 睡一觉 养精蓄锐 迎接明天 回到房门口的时候 叶玲珑看到 在那里不知等了多久的 宇星舟的师姐成一梦 玲珑 我可终于等到你了 是星舟出了什么事吗 他那天输了之后 整个人陷在了里面 一直很难受 他虽然没说 但是我们看着觉得心疼 可却不知道怎么劝 你平时主意多 能不能帮想个办法 我给他写封信吧 叶玲珑说完 从戒指里取出了纸盒笔 那天 他输给叶荣月的时候 他那受挫的样子 他都看见了 输在距离梦想一不知谣的地方 最容易让人崩溃了 他实力不差的 他是有机会打赢叶荣月的 奈何硬装备 差了一大截 只能遗憾落败 他其实做得很好了 在那么多宝贝面前 撑了足足半个时辰 打到最后一丝力气用完 他只要跨过这道坎 以后必有大成 他们是朋友 他在这个时候帮他一把 也是应该 叶玲珑写完之后 将信纸折好 递给了成盈梦 成师姐你放心吧 他肯定能好起来的 他是个肯努力又有天赋的人 叶玲珑说完想了想 又摸了几张 斯波浮塞进了信封里面 成盈梦看到叶玲珑的 斯波浮 眼睛下意识的亮了一下 成师姐你也想要吗 成盈梦惊喜的一抬头 想要 友情价九折 十八枚中品零食一张 你要几张 第二天一早 整个巅峰舞会 最重要的时刻来临 整整三个月 最重要的便是今天 因为今天在九华山 这个最大的比武场 将会举办 五年一届巅峰舞会的 不一样 今年杀出了一个清玄宗 若是换做其他宗门 那么这个宗门 已经可以躋身四大宗门之列 甚至会改写修仙界宗门格局 变成五大宗门 但仅有九个弟子参赛 连个掌门都没有的清玄宗 很难让人把它称之为 五大宗门之一 比武开始之前 全场的气氛依旧非常热烈 最先开始的是 初级组的比试 争夺魁首的两个人 一个是一年前收徒大会时 以天才之资 进入修仙界 败入七星宗的叶荣岳 一进门就备受关注 而且确实天资过人 表现出众 越来越璀璨夺目 另一个是天赋差到 没有一个宗门肯要 最后被清玄宗捡走的叶玲珑 进门之后就没了声响 但这次出来后 却一举惊认了所有人 而且还莫名其妙的 成了四大宗门 关注度最高的弟子 巧合的是 两人出自同一个凡氏家族 正好是两姐妹 叶荣岳人气超高 名气超小 她一上场 全场的呐喊声就起来了 认识她仰慕她 听过她事迹的人 都为她呐喊 跟她相比 叶玲珑 则没有那么广的知名度和人员 可谓她呐喊的人一个顶一百 直接秒杀了叶荣岳的仰慕粉 但她一出场 清玄宗气氛组 瞬间就把气势给拉满了 而今日 他们气氛组的成员 翻了好几倍 除了七星宗以外 其他三大宗门 全都包含有 而他们手里的道具 也全都升级成了加强版 气势效果相当震撼 第25集完